1月16日行动记者和李先生一起来到了优信二手车公司沈阳总部 主管售后的徐经理接待了我们 他现在这个进展到啥程度了 他那个所有的款项我们已经报给财务了 就等待财务的一个付款流程 最晚14号晚上 如果14号晚上到不了就15号 这是原话对不 您的钱还没到呗现在就是是吧 对 那这个现在就是从我这角度来说 我的所有的工作我已经报给公司了 我已经报到财务了 他这个所有的款项 财务会排队 打到他的时候就会把钱付给他了 现在总公司那边是因为什么没给他 就是目前暂时的话可能说是因为就是可能上排队还没排到他 因为我们我们全国有很多 就是有个财务是对接全国的这种 他也是需要人工来做这个工作 那如果是要排队的话 他现在排第几位啊 这个我这看不到 徐经理说 关于李先生的申请退车款的问题 他已经报备给总公司那边 如今李先生只能是党 那当时您跟他承诺这个14号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没有明确的告诉我跟他说了我也跟他说了我说这个钱我是尽快帮您催我保证14号差不多能给您到 但是这个东西我说因为所有的东西包括昨天我跟这个客户打电话我也说了我说钱不是在我这儿我决定不了说财务什么时候打钱 或者说财务什么钱能到我所有的流程都是帮他在催这个流程包括之前的那个之前的上次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说 我说这个东西我是给您搬家级 我把号来当天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两到三天之内如果办理完了钱就给你正常流程给你打这话说没 我说我帮您说说这句话 我说两个仓工作是您犯流程我去帮您催这个口 对对对说这句话了 我说完这话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我过了三天之后我又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定有借口是什么周六周日 呃那个你们总部那边说是放假吧应该是不在工作范围之内然后又给我连续等了两天我说OK可以我说咱就等到14号14号是周一对吧 我14号周一那天早上我又打了电话你是怎么说的你跟我说的如果今天晚上不到14号当天晚上不到15号 肯定到 具体上我说我哪天钱必须能到我是跟他所有说的我都说我在帮您催这个钱如果这个钱能到如果快的话可能说今天晚上到或者明天到我一直在说的是催这个事情 李先生在之前跟对方的沟通中还提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他是在2018年的12月25日开始跟对方办理的退车退款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拖了这么久呢 因为他这个车当时回来的时候是他的名字当时我们也跟他说了就是 因为你这个车现在是你的名字你要退车必须得过回到我公司的名下我才能保证这个钱我才能给你如果说我把钱退给你了你这个车你不配合我过户那这个车还是你的那可能对我公司造成一种损失这是我们公司要维护利益的前提然后因为他这个手续的问题迟迟没有到所以说造成了后期的这个时间的问题 是无理由退款的不是是这样就是我那是我们有我们会对在售车之前会有相应的产品会对车辆有进行的标记 如果你这车符合我们的这个享受这个产品它是有这个的但是他这个车是没有那个产品的但是他提出了一些疑议我们公司认可这个疑议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给无理由给你退这个钱 这个是没有我们也不会涉及什么扣违约金等等钱都不涉及 就是车的问题就是我们我们做回收我们怎么处理或者怎么样的现在是钱我们可以退给你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